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国家统计局前天公布了 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 GDP同比增长6.5% 延续了今年前三季度 GDP增长逐渐下滑的事态 对于这个数据 有不少的媒体用了 经济增速创十年来最低为标题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给出的分析总结是 中国的经济稳中有变 稳中有缓 下行压力加大 除了统计局的这个数字 股市连续下跌 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逼近了期 已经给经济下行 做了最直观的最形象的解释 事实上 对于社会上最敏感的楼市 汇市股市的情况来看 形势都比较严峻 但是最具有指标意义和象征意义的 可能就是股市了 汇市和大多数的百姓关系并不太大 而房市相对分散隐蔽 总体的情况不容易掌握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更容易被蒙蔽 而股市比房市更直观 更形象 微观 宏观 事生事价 百姓可以一目了然 就这一点来说 股市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志 在10月18日 中国的股市再次出现了大面积的坍塌 上证综合指数跌穿了2500点 这个心理关口创下了2014年11月以来的新低 10月19日 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 针对这一段时间以来的金融热点问题 不得不向市场公开喊话 就在同一天 中国银行行长 证监会主席 银保监会主席等多名高级官员 也同时就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发生 官方的媒体则是全面的配合去宣传 试图能够换回股市投资者的信心 中共金融高官如此密集同步发生 这种情况可极为罕见 这总反面说明 中国的经济形势确实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可以说是命悬一线 在贸易战爆发后不久 中共当局就提出了 要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稳外资 稳投资 稳预期 而中国整个经济的走向 似乎就是在有意的挑战中共 从就业到金融到投资 全面吃紧 最大的问题就是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极为悲观 这一点中共当局是无法稳住的 股市是一个投资的市场 人们关心的不仅是具体股票的走势 而且更关心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环境的变化 换句话说 股市是建立在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之上 人们根据现有的信息 形成对未来发展的预期 而这样的预期则影响着现实股票的波动 这几年来 中国的股市它低迷的根本原因 来源于人们对未来没有信心 其中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中共当局一系列的倒行逆势 从不断有著名的私营企业家被抓捕 被审判 再到私营企业退场论 以及新的公私合营已经悄然开始 整个国家带有经济上重回到计划经济 政治上在线阶级斗争的事态 作为市场主体的私营企业家 已经彻底丧失了安全感 中共当局对于彻底扭转 中国经济形势的总体发展趋势 已经无能为力了 但是中共当局显然不甘心 让股市就这样彻底崩盘 中共负责经济金融的众多高官 赤膊上阵后 中共的媒体也加大了鼓噪的力度 妄图给外界制造一个虚幻的投资前景 实际上事到如今 股市生死存亡的关键 就是中共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他们采取直接的干预措施 出手救市 刘鹤给中国股市开的要方 就是政府要敢于担当 在市场失灵之后 中共当局不得不利用行政手段 来重新建立市场信心 套用那位不知名的专家的话说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 党说了算的经济的必然结果 也是中共当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当然这些代价最终都会由老百姓来承担 据官方媒体的报道 为了应对可能集中爆发的 质押平仓风险和企业融资困难 10月15日 深圳市政府调集了百亿元资金 紧急成立了共济基金来援助企业 广州和杭州等地方政府 也开始研究化解企业 质押风险的相关政策 实际上 中共当局如此关注股票市场 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股市极有可能成为整个经济堤坝的一个崩溃点 由于不少企业以股票抵押从银行融资 一旦股票价格下跌 企业就被迫卖出股票套现去还债 那将导致股市进一步下跌 如果任凭股市下跌 不仅将导致相关的企业面临倒闭 更重要的是 由此带来的担保企业 债权企业 以及相关的贷款银行的连锁风险 也就是说 股市的危机将会波及到整个金融体系 最终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总体性的危机 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稍有不慎就可能全面崩溃 这次刘鹤说 从金融领一看 历史上积累的各种风险和问题 正在不可避免的水落石出 这是个必然的过程 要理性看待 刘鹤的这些话 显然是在推卸责任 淡化问题的严重程度 风险和问题的最大根源 是中共当局 这多年来引阵止渴的经济政策 总是选择最容易走的路 最后无路可走 但是刘鹤却把这说成是必然的 他的意思是想让百姓继续来承担这种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刘鹤谈了股市大跌的多个因素 其中当然就谈到了中美贸易摩擦 但刘鹤特意告诉外界 目前中美正在接触 刘鹤这句话很有点藏头漏尾 故弄玄虚 中美接触意味着什么呢 是美国准备高抬贵手 还是中共准备全面投降呢 否则这个接触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 但是刘鹤非常清楚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知道贸易战在国人心目中的分量 刘鹤这里说 中美正在接触 显然就是想制造一种暧昧的气氛 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 他只是想开一张空投支票 让国人望眉止渴 画饼冲击 刘鹤虽然谈的是股市的问题 但实际上是指的整个的中国经济 俗话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国经济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 绝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是这些年不断积累的结果 这其中有基本制度的问题 有统治者昏溃无能的问题 也有各级官员不作为的问题 可以说从上至下 这个统治机器已经彻底的腐朽了 即使出台好的政策 最终也只能变成口号 不可能真正落实 这个如此野蛮荒谬的基本制度 如此昏溃无能的统治集团 如此贪婪消极的各级官员 这就是中国经济不断下行背后的基本逻辑 实际上只要不是太迟钝 就应该充分意识到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 甚至就是那些替中共当局来忽悠百姓的 所谓专家和学者 他们也难以掩饰对未来的担心 搜户网的财经栏目 有一篇文章说 没有耐心的投资者走不长 这句话放在今天的股市 甚至楼市中都更加适用 最后这篇文章写到 国内外形势前所未有的复杂 用时间来赌国运的时候到了 用时间来赌国运 这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形势到了何等危机的程度 问题是赌国运 那是统治集团的事情 对于我们百姓来说 我们赌得起吗 中国的股票市场 根本就不是投资而是投机 中共当局就是最大的投机分子 其实经历了这些年 一次又一次的被割韭菜 大多数的百姓都有所觉悟 面对这样一个出尔反尔 毫无信誉的政府 百姓们只能静而远之的 让他们自己去玩吧 人们对股市乃至整个经济形势的悲观 是来自自身对各种情况长期的综合感受 这种感受并不会因为几个高官的几句豪言壮语就能改变 中国的经济混乱的现状 以及内在的结构性矛盾 更不会随着这些高官显贵的几句硬化就会改变 实际上人们对经济形势的悲观 是源于人们对当今统治者越来越没有信心 对这个制度没有信心 尽管中共政府公布的GDP6.5%的增速已经很低了 但是外界对此还是持怀疑态度 只是中国经济当下真正的问题 绝非是速度过低 而是质量太差 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 如果GDP的增速能够达到6.5% 那绝对是了不得的成就 但是在中国则可能是违纪中共这个统治机器运转 所需要的最低的数字 低于这个数字则意味着巨大的危机 另外中国的GDP它最大的动力不是国民的消费 而是政府的投资和政府的消费 它代表着低效益和高消耗 日本用了30年的经济起飞 日本人的工资赶上了美国 这40年来 中共公布的GDP增长的速度 完全可以和当年的日本相媲美 然而中国的工资却和美国相差甚远 而中国的物价却可以和美国相媲美了 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它最本质的区别 被废除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就曾经说过 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 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 效益太差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 而我们经常增长10% 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 赵紫阳可谓是中共内部 少有的还替中国百姓考虑的人 经济增长速度快 百姓得不到好处 经济增长速度降低 百姓需要承受灾难 这就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现在经济形势的走向越来越低迷 但目前的情况还远非最危机的时刻 或许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才会真正显现 目前的困境可能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如果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中国 失业问题将会非常的严重 那不仅意味着经济问题 更意味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于中共来说 这几十年积累的问题 已经到了击中难返的地步 而习近平的倒行逆施 加剧了危机的严重程度 加速了危机的来临 对此中共当局其实非常的明白 他们已经到了草木结冰的地步 只是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继续欺骗国民 封锁真相 甚至连财经方面的消息 都受到了严格的筛选 不准提及破产 不准提及失业 不准提及破产失业后的后果 这次中共派出刘鹤 以及三大金融官员出来造势 实际上反映了中共当局 已经到了千驴技穷的地步 可以说刘鹤赤膊上阵 这是中共当局能够拿出的最后的强心针 一旦股市再次出现重大下跌 必将会一泻千里 中国有句老话 兵败如山倒 到了那个时候 绝对是任何人都无力回天 这两天 股票市场暂时灰声 这显然是中共的中央和地方政府 联手救市的结果 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 这无疑是退出的最佳时机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小民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